中國要去推動這個 以阿和談 中國真是要費點心思啦 這個要傷點腦筋 中國的外交工作 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對於整個穆斯林世界是 他們兩個握手 有可能拆掉這個第二個引線 你以為人家是吃素 以色列現在是 中國大陸是難得的 多方勢力他可以擺平 這個很難 中國大陸是唯一的國家 可是他沒有辦法一國搞定 因為美國跟以色列的利益太深 印習近平之妖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 在13號正式開啟了 為期四天的 博士訪問之禮 那麼外界關注的是 大陸之前推動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和談 是否在阿巴斯此行 出現具體的成果呢 那麼阿拉伯關係 和中國大陸事務部長 他說這是阿巴斯 第五次訪問中國大陸 將會聚焦阿拉伯和平倡議 期待大陸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問題上 繼續發揮更大的作用 就在這個時刻他來訪 那麼對於再進一步的推進 中東的和平 蔡委員 你認為是不是具有重要的意義 習近平主席當然是用心良苦 希望推動以色列跟 巴勒斯坦有和解的機會 但是這兩個卡的兩個問題 都很敏感 第一個就是說 你世界上有多少國家 願意承認巴勒斯坦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讓他進入聯合國 中國是最早承認的之一個 而且中國很了不起 他承認以後 以色列還沒生氣 所以這一點本事 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這是外交功夫 第二個就是 那好啦就以色列講 那我首都在耶路撒冷 你承不承認 哇這又是個麻煩 中國在這外面稍微有所保留 也沒有說yes 也沒有說no 但這一次讓巴勒斯坦的 總統或者叫主席 國事訪問中國 哇這成為最高規格的承認 最高規格的禮遇 因為大部分的國家 都不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家 現在中國是正式國事訪問 已經正式承認國家元首 所以對於巴勒斯坦人民來講的話 那中國要去推動這個以阿和談 要巴勒斯坦稍微讓步一下 巴勒斯坦總不好意思擺老臉吧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看中國 怎麼去處理以色列的事情 這耶路撒冷的事情 中國真是要費點心思 這個要傷點腦筋 但是我們期待中國的耐性 中國的外交工作 有很厲害的地方就是耐磨 耐磨 耐磨 像現在這個俄烏戰爭有沒有 先派你回去 磨一磨 不行再磨再來再刪 那個聽說沙特跟伊朗也是磨了好久 不是那時候最後才宣布而已 那就看他尾巴怎麼磨吧 是是好 不過現在呢來看 除了巴勒斯坦我們關注 還有一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現在呢跟俄羅斯買油 而且是有打折的喔 不但是買到了便宜的油 而且還用人民幣結算 這買的可真是開心啊 所以是不是拍手叫好呢 巴基斯坦以美元為主的出口支付政策 根據這位石油部長的說法是 這已經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了 這個亮哥 這主要是人民幣是新聞啊 巴基斯坦本來就 我覺得主要是巴基斯坦跟俄羅斯 雙方都接受用人民幣付 這等於是第三方貨幣嘛 那這個會開一個先例啦 那有人可能就會跟進這樣 事實上這個其他國家 我記得也有發生啦 就是說用第三方貨幣 那如果這樣的話 人民幣的交易占國際的占比 就會有一些中國料想不到的 一個上升的效果啦 因為中國大陸本來就是 只能夠簽本幣互換嘛 那這個就完全是第三方 就是兩國都互不接受彼此的貨幣 那只好來用人民幣 這個就好像印度想要用 他的盧比付俄羅斯的油 俄羅斯拒絕嘛 那俄羅斯也說你用人民幣也可以啊 是 大概我覺得這種狀況會越來越多啦 是好這個賴老師 所以剛才我們在講 除了這個巴基斯坦 那巴勒斯坦 哇差點要咬到 巴勒斯坦 對這次這個訪問 不知道會不會有簽一些什麼 具體的成果出來 我覺得這一次巴勒斯坦 以國事的身份到中國大陸 四天的訪問 這個對於整個穆斯林世界是很窩心的 窩心啊 對很窩心的 因為大陸已經很巧妙的 把這個什葉派跟遜尼派之間的結 拆掉了 所以他們兩個握手了 那握手以後 那中國大陸已經有宣布 他接著就是要去處理 這個疑巴的問題 那你看 先把巴勒斯坦的總統邀請來 而且這麼高的禮遇來邀請 這個對整個穆斯林世界來說的話 他們會覺得很溫暖 因為當初這個巴勒斯坦 進入聯合國的科教文組織 中國大陸是支持的 所以美國那個時候才氣急敗壞的 就退出來嘛 就退出了科教文組織 主要就是因為巴勒斯坦 進入了聯合國的科教文組織 一樣的道理 現在的情況是 巴勒斯坦的總統 到了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中國大陸也一定會 跟巴勒斯坦有很多的合作 例如說包括他的這一些 區域間的一個建設 中國大陸會去幫忙投資 幫忙基礎建設 另外就會談到 囤墾區域的問題 囤墾區域 也就是說跟 因為原本中國大陸有主張 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 這個部分裡面 希望以色列能夠讓步 那這個未來雙方 如果能談妥的話 那我相信後面一大步 就很容易走了 那另外的話 那就是囤墾區 囤墾區是要劃定在 哪一年的界限 這個部分裡面有在 有雙方可以談的一個空間 那如果那一年的界限 可以往回推一點 那對以色列來講還可以的話 那可能又有點轉變 那就有可能拆掉這個 第二個影線了 對啊那亮哥 那這樣的話 美國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 你看都在和解 和解 和解 連尾巴都有機會 那你以為人家是吃素的啊 我坦白說了 我相信 以色列現在是納坦亞胡執政 我相信 他怎麼可能不做動作 他把哈馬斯再打一打就行了 不過中國大陸是難得的 多方勢力他可以擺平 比如說你找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法塔赫 哈馬斯不要作怪啊 對 哈馬斯就旁邊的什葉派 順尼派他可以搞定嘛 然後還有他邀請巴勒斯坦 以色列也不講話啊 這個很難啊 很難啊 中國大陸是唯一的國家啦 能夠做成功的 什葉 順尼什麼 法塔赫 哈馬斯還有以色列 都有朋友關係的啦 是啊 可是他沒有辦法一國搞定啦 因為美國跟以色列的利益太深 除了